台北大巨蛋在去年底完工的球迷入場數更是爆棚 那麼今天傳出來說中華棒協理事長 菇仲亮有意要花六百億來接手大巨蛋的經營權 股東當中甚至包含天王周杰倫 但是對此遠從強調了 目前還是以自營為主 沒有出售經營權規劃 請王貞智先生投出 就是這顆球 歐嗓王貞智奮力一丟 新手投出台北大巨蛋歷史性的第一球 雖然當然捕手的棒球 協會理事長菇仲亮沒接到 但這一球別具意義 不過現在菇仲亮可不單單只是大巨蛋 歷史性的捕手而已 讓世界能看到台灣的棒球的水準 之外我就是決定打棒球 接受專訪喊話要讓棒球發揚光大 菇仲亮的熱誠把棒球當國球 推動棒球不遺餘力 現在更傳出菇仲亮計畫籌資六百億元 趕在八月拿下台北大巨蛋 我很希望台灣能打第一 不只希望台灣能打下第一名 菇仲亮更希望是第一個拿下台北大巨蛋的人 知情人士指出 菇仲亮籌組購買大巨蛋的新團隊 由台日泰首副聯盟組成 規劃菇仲亮持股五成 軟營董事長孫正義 政大捕風集團謝家兄弟各出百分之二十 剩下一城由其他有興趣的台灣業者入股 其中就包括音樂天王周杰倫也有意入股 但他股份不高只占百分之一 有很多的團體或很多企業來接觸 但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未來我想我們還是會朝著我們自己自己 然後目前我們既然是BOT的旅約廠商 就按照契約裡面把大巨蛋經營好 遠雄說 接下車多 其中就包括衛泉龍隊創辦人 魏影衝 我們衛泉龍隊 能不能把大巨蛋視為我們的組長 這是我們一直在追求跟努力的 把大巨蛋視為任雅方向 魏影衝團隊還在討論中 這顆金雞母下的蛋 大巨蛋 各入人馬 虎視眈眈 記者 羅恩惹仁凱 台北報導